農烏鱼鱼肉 牛肉肉汤 有啥飯就有 有的 農的感覺 因為年耳的品種有選對 包湯應該用粉藕 脆藕是用來涼拌跟炒菜的 品種很重要 間別的兩個方法 一 挺聲音 脆藕 聲音是比較 就比較夢 這個就是粉藕 二 看表面的橙色 配藕是白色比較乾淨的 粉藕有斑斑點點 有點顏色差異的 師傅不用那麼麻煩 怎麼說 我們直接看產地 選擇湖北紅湖的 像我這次選的藕 它是國家地理標誌產品 色泉種植戶種植 植取中間段 部分的概率低於1% 第一步我們先改刀 切成滾刀塊 注意 蚵孔裡面也要看一下 是否有利 怎麼防止藕發黑呢 我們把改刀好的蓮藕 用鹽把它醃製一下 十分鐘以後 用水把它沖乾淨 接下來我們處理排骨 我們選用的是豬類排 先把它沸水 冷水下鍋 好的 把骨頭裡的血水逼出來 把浮沫撇乾淨 斷生 然後用清水把它沖乾淨 接下來我們開始炒排骨了 好了好了 蓮藕含鐵量非常高 一旦和鐵鍋鋁鍋接觸 加了就會發黑 所以今天我們這道菜 砂鍋烹製 如果你有學到的話 為我點個小愛心吧 沸過水的排骨下去 想要湯色熬得濃 排骨一定要事先煸一下 炒至一點點金黃 噴酒 把它淹沒 蓮藕放下去 炸蓋 大火 煮到沸騰 轉小火餵兩個小時 調味了 鹽就OK了 藕是粉藕 它非常粉 非常清香 你看這個湯比你家燒的白不白 炒醉廚房 你的廚房百科 敞